曾国藩的首席幕僚 精准预测 满清五十年内避忘 一生通过数法推演命运 却也难逃天岛轮回 在大多数人眼中 清朝入关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入关以后又以异常残暴的手段 统一了天下 所以清朝的统治是不合法的 哪怕后来的君主品性很好 也不能掩盖当初的罪行 1864年 清朝灭掉了太平天国后 曾经出现了一段难得的稳定时期 在这段时期里 清朝统治者降低赋税 鼓励农民恢复生产 又以曾国藩 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 启动了洋务运动 国家财政收入 大幅增长到了八千万两百银 几乎是康钱盛世的两倍 这就是著名的统治中兴 然而就在清朝处于统治中兴时 一个牛人却断眼 清朝不出五十年必将灭亡 这个牛人叫赵列文 他于1832年出生于江苏常州 自惠普 好能静居士 祖上曾是当地望祖 先后出过九位金士 清朝时期 江浙一代文风至上 人才辈出 但是由于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有限 考生太多 使得江浙一代的竞争格外激烈 许多有才华的读书人 不得不退出科举考试 转而求其次 到地方官员幕府做幕僚 赵列文就是其中之一 他本人三次科举失败后 虽不再求是 潜心研究佛 以一等学 后面 曾国藩听说了赵列文的名声 花两百两银子 请之出山 但是两人出此见面时 曾国藩没把赵列文太当一回事 残霸让他下到基层考察一阵 赵列文回来后 曾国藩问看法如何 赵列文直言说 乡军太顿气 战斗力不强 肯定会吃败仗 曾国藩听了不以为然 然而几天后 乡军果然被石打开 大败于江西 曾国藩便按他的建议 大力整顿乡军 也曾请教他如何防守南昌 赵列文认为 南昌三面环水 太平军在干江上游缺乏水军 而且乡军好歹 还有两百艘战船 因此太平军 绝对不会从水陆围攻南昌 但太平军肯定会绕过南昌而过 去突袭福州 建昌等 以断绝乡军良想 曾国藩听后大惊 认为赵列文说的非常有道理 后来事实证明 太平军的动向 与赵列文退走的完全一样 从此以后 曾国藩对他更加敬佩不已 与他无话不谈 晚清第一预言家 精准一册王朝覆灭时间 竟还是曾国藩首席幕僚 同志六年6月20日 即1867年7月21日晚 曾国藩与赵列文进行过一次 有关国家命运 前途的长谈 这场谈话在出谷之后 应该是深夜12点以后 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 忧心忡忡的对赵列文说 最近听京城中的探子来报 云都门气象甚怒 明火执杖之案十出 而四世几盖成群 甚至妇女亦裸身无酷 民穷财境恐有异变 而后赵列文一脸平静的挥党 天下治安一桶酒矣 势必分泡离心 一日之祸必先颠仆 而后方舟无主 入自为政 代不出五十年矣 意思是说 以我看来 清朝不断壮士断腕自宫 让各顽籍烂透了 而重新焕发商籍 肯定熬不过五十年了 后面中国即将进入洞了 各地各剧那一道不断 曾国藩一惊之后 表示迁都南方 留得半壁江山 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呢 赵列文的看法是 清政府已经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 南迁偏安一遇 因为清朝并非堂堂正正 文武正法的开国定天下 而是玩弄技巧手段 偷窃得来的天下 不仅如此 清朝统治者还大肆杀戮 杀也太重 所以灭亡不可避免 谁也救活不了 一番痛苦之后 曾国藩又提出了 说出了新的项目 希望赵列文能重视当朝的公亲王的聪明 和慈禧太后的微断 以此希望他们能够避免不幸的结局 而赵列文则坚持己见说 他表示自己曾见过公亲王的小照片 认为他聪明信有之 亦小智儿 慈禧微断 反而将使他更容易受蒙蔽 之后的一年7月下旬 曾国藩被任命为直立总督 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同志帝 以及公亲王义心等 更时代几天之内 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集 通过一番近距离观察 终于曾国藩得出了 皇帝秦政也无补于兴旺 微断则一手蒙蔽 慈禧才学一般 说话说不到要点 义心等全臣分别有刚笔自用 财不恶时短等种种致命的缺陷 后来历史果然惊人准确的应验 清王朝于1911年偷信以赖 不崩瓦解 据1867年 赵列文和曾国藩的谈话44年 果然未处50年 然而接踵而来的也是他所预言的 长期方舟无主 人自为正 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满清第一预言家 精准预言 50年内清朝必定灭亡 曾国藩的首席幕僚 究竟有何神通 在长期的幕僚生涯中 赵列文不仅研究医学 还精通六窑 经常用六窑来占卜一绝 趋吉避凶 这些占卜例子 在其著作及其日记中留有不少记载 他还有一个习惯 每年年初元旦都拜天 拜孔子 拜菩萨 拜祖先 而后起年卦 不问这一年的吉凶 每年如此 勒打不动 同志元年元旦 赵列文 赵立焚香 拜天 拜孔子 拜菩萨 拜仙祖 然后开始占卜 占得 风山剑之 山水剑 对于这个卦侠 他在日记中认为 世家或有吉样 无大救 四只家中空乏 在外一户口而已 无所获得也 他认为这一卦总体 还不算坏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卦象所预言的 无大救的吉样 虽然对他本人 及家人来说 确实无大救 但却左右了这一年 甚至此后两年的天下大事 这个吉样就是 孕自咸丰十年 这发作于 同志元年的大议 这场大议席卷 大江南北 数百万人厘难 此后赵列文 这个流年挂的习惯 坚持了二十年之久后 在光绪五年起 忽然就风挂了 不再占卜年运 而是一任天命流行 其实赵列文 不仅担任过 曾国藩的首席幕僚 也曾在曾国权的 仗签效力 当时曾国权 刚逼自用 曾国藩又看不上 弟弟手下的人 但又拿这个弟弟 没办法 就请赵列文 去帮曾国权 曾国权也数次来信 请赵列文 赵列文只得 在两处 与着两兄弟周旋 话说 在曾国权打下天津后 赵列文曾劝曾国权 报战功不可太满 后来 果然因为士兵 忙于抢劫 让右天王逃走 因先斩后奏 留有余力 才未获罪 后阿里抓获中王 离休城后 曾国权恨不得 当场将他千刀万光 赵列文劝他 不可善杀 曾国权才知道 赵列文考虑周全 可以说 多年的幕僚生涯 赵列文看透了 清朝体制性的腐朽 离开幕僚之后 他当过几人地方官 又很快辞官 以收藏 买窃和游山玩水资语 他经营的赵元 以水域开阔 布局精巧 在江南园林中 独树一帜 至今 仍是长熟的名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了